为了能在死前打败老魔头陆周 九百岁的公园都不惜燃烧了全身精血 最后耗尽寿命消失在了世间 看到他的结局众人都唏嘘不已 陆周望向远方沉默了许久 说到底不过是死对头罢了 公园都燃烧精血少了百年的寿命 就算不来挑战摩天阁也会死去 他本想死在棺材里留个全尸也好 可能是在喝酒的时候突然感悟到了什么 临时改变了主意 收拾一下 陆周交代一句后便走进了大殿中 其他人也纷纷跟随走了进去 您是阴和昭月不在吗 端木生听到师父的问话拱手回答 师父闭关的时候老四来了飞书 他说他在神都会接昭月师妹一起回摩天阁 需要一些时间 陆周点了点头 随他去吧 接着他便看向了三位长老 看到了他们白发苍苍老太隆中的模样 有点尴尬 摩天阁都成了老年阁了 只有小云儿朝气蓬勃容光焕发 随后陆周又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公园都随风飘逝的一幕 自己有逆转卡倒是不担心 他们呢 思索之际攀仲带来了江爱剑的飞书 老前辈 正一道已被幽冥教灭掉 张远山不知所踪 幽冥教的举动已引起皇室的注意 说来巧合 安阳和上缘骑乱 导致皇室抽不开身对付幽冥教 另外 您的四徒弟和五徒弟在神都安好 我会替您看好他们 再告诉您一个消息 无数已死 杀死他们的 乃是您的六徒弟 叶天心 念完之后整个大殿陷入一片安静 众人叹息一声 他们也早想到了这一点 只不过叶天心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想着摩天阁 属实意外 叶天心离开摩天阁的时候 修为只恢复了一些皮毛 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 他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修为 师父 无数的事发生在您闭关期间 徒儿不敢打扰师父 路舟听后回答无妨 花无道智是说道 叶天心本就是摩天阁的弟子 虽被逐出了师门 却也算是迷途之返 冷罗叹息一声 都怪冷某当初一世大义 中了莫离的诡计 被他操控 众人闻言纷纷看向了他 没想到曾经的黑榜第一人 居然会检讨自我 非常少见 不过这件事也不全赖冷罗 实际屠戮白鸣的执行者 却是三军统帅魏卓妍 真正的魏卓妍早已死去 剩下的幕后主谋莫离身居宫中 亦是冷罗的死敌 路舟扫了一眼三位年事已高的长老 他们的神态有些疲惫 想来和公元都的论件 让他们疲于应对 三位长老回去歇息吧 三人听后拱了拱手 安静地离开了摩天阁大殿 小云二开口询问 师父 要不徒儿去找天心师姐 路舟看了他一眼回答不必 众人闭口不言 杀了五只老鼠而已 就想要跟摩天阁拉关系 摩天阁又不会移动 他解决了无数 连上来看看老夫的心意都没有 难不成老夫这个当师父的 去贴这欺师灭祖的孽徒吗 不存在 师父 老四那边徒儿有些担心 毕竟那里是神都 路舟白白说 这世上恐怕没有比宫墙之内 还要安全的地方 不用担心 若非如此 路舟早就驾驭白泽进入宫中 取了莫里的狗命 还会轮得到他在背后搞各种阴谋诡计 况且有将爱见照应 问题不大 路舟随后本想研究一下 天书的第三种神通 但想到公元都临死之前所述的话 心中不禁叹息一声 他看了看系统界面上的功德点 发现公元都的死奖励了1500点 这应该是单个目标中奖励最高的 难道九夜真的是一个过不去的卡 自古以来真的没有人突破千年大线 虽说公元都是老对手 但说到底跟他还是同一时期的人 说没有一点出动 那是在自欺欺人 路舟忽然在想 积天道是不是因为想要突破九夜失败而陨落的呢 白鸣 城隍 长生之秘 杜天将打捞尘尸 这世上绝不只是自己一人在寻找寿命的秘密 起初他完全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因为他有逆转卡 但现在回想起来 积天道能陨落并不简单 可没有逆转卡 徒儿们终究会老去 徒弟老死 谁给你刷功德 这么一想 靠系统长生的逻辑似乎不太严谨 路舟又想到了于正海和于上荣 孽徒离开摩天阁的时候便已经是八夜的修为 这么多年过去 以他们的天赋是否和公元都说的那样 也在寻求九夜和寿命的秘密 八夜到九夜之间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将秦军压上来 听到路舟的话潘仲立马下去了安排 不多时 秦军来到了大殿中 路舟看着他询问 你帮于正海做过哪些亏心事 小鸢儿急吼吼催促 快说 秦军本来还算不害怕 可小鸢儿那架势又把他给吓了一条 老先生冤枉 我真没帮于教主干过亏心事 他曾到我府上做客三次 每次都只是为了游览神都 过去的合作中 我给他传递过一些消息 但所有的消息 都是刻意避开了摩天阁 还望老先生明察呀 路舟询问是哪些消息 秦军老实交代 多是皇城禁军和石绝镇的消息 安阳和上元城的情况 还有 还有就是五位皇子的情况 对了 于教主最后一次来神都便是一个多月前 他说 他会和建模前辈一决高下 除了这些就真的没有别的了 我对天发誓 如果说谎就死管家 路舟听后陷入了思考 想来其王所能提供的价值也仅限于此 他早就猜到了于正海的野心 打听禁军和石绝镇很明显是为了以后做铺垫 安阳乱和上元乱 估计和他脱不了干系 当初在安阳偶遇幽名教的非免 便都能说得通吗 他要与于上荣一决高下 秦军点头回答 大先生和二先生皆是摩天阁弟子 二人的修为正骨朔金 可能高手之间都会惺惺相惜 想要分出个高下吧 路舟眉头一挑 摩天阁的铁律便是同门不得四杀 他二人在摩天阁的时候算是彼此尽重 怎么离开了摩天阁 就成了仇人 何时 何地 应该四个多月以后 至于何地 我是真不知道 两人都是可怕的魔头 他们决斗的地方又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 路舟缓缓起身从台阶上走下来 只是秦军询问 那你可知 于正海的真正修为 秦军不敢迎上路舟的目光 只能不住地摇头 修为更是极其隐蔽的事 他不知道也正常 罢了 都退下吧 路舟随后便回到了自己房间中 打开系统界面一看 功德点只有1500 还真是穷得可怜 一切都离不开功德点 穷得接不开锅 还怎么购买法身提升境界 路舟总想着将那几名涅徒抓回来 但问题是 剩下这三名涅徒可不简单 老七明明中了附身神咒 没了修为却不露面 而且以明世音的本事 居然没能把他抓回来 可见难度不一般 他现在的修为连明世音都不如 第三个神通是有了 但还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令路舟感到意外的是 刚才的那一招滚自大神通 只浪费了他一半左右的非凡之力 换言之 天书开卷不仅给了他第三个神通 也增加了非凡之力 至于于正海和于上荣就更不用说了 可以确定的是 二人的实力都在八页 还是得提升修为 不只是自己的修为 还有徒儿们的修为 只有足够的修为 才可以拿下这帮孽徒 触及九页的秘密 路舟思索至此喊了声鸢儿 小鸢儿喜欢在附近修行 一听到师父的声音 嗖的一声就跳了下来 他也不下跪 嬉皮笑脸蹦蹦跳跳的开口 师父 徒儿来了 路舟微微摇头 老大不小 没个正形 小鸢儿心中有些委屈 师父 徒儿这段时间 可什么错都没犯了 路舟语重心长的开口 此一时彼一时 你已经长大了 不能再像个小孩子 终有一天 需要独当一面 今世不同往日 修行界人心叵测处处险恶 总像是个孩子式的注定无法利子 小鸢儿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将你三师兄叫来 徒儿这就去 不多时 端木生和小鸢儿一同来到了这里 眼下摩天阁弟子之中 也就只有他们二人了 老八仍旧在思过洞中好好反省 路舟看着端木生问道 天忆觉修炼的如何 师父 我感觉还行 好像又有要开业的感觉 路舟文言有些无语 感情有点自作多情了 这样妖孽天赋的徒儿 真的需要自己调教吗 他随后面不改色地说道 为时以后会好好教你们 端木生和小鸢儿听后眼前一亮 多谢师父 时间很快到了第二天一早 摩天阁的凉亭的下方 是一块空旷之地 环境优美很适合修炼 端木生和小鸢儿集合在了这里 路舟看着端木生开口 你先来吧 将天忆觉演练一遍 不带元气 听到师父的话后 端木生便开始在场上演练了起来 他一朝一世刚猛霸道 尽数落在众人眼中 摩天阁九大弟子名声在外 世人都对这位祖师爷 是如何教导徒弟而感到好奇 一听到路舟突然间要好好调教徒弟 都赶了过来站在远处观望 尤其是摩天三长老 自是身份想来看看 又不屑于和那帮年轻后辈站在一起 便搭伴站在了另外一侧 都过来吧 路舟挥了挥衣袖示意 好歹他们也是摩天阁长老 多谢阁主 片刻过后端木生演练完毕 路舟看向三位长老问道 三位长老以为如何 花无道连忙拱手 阁主 我等不过是摩天阁长老 可不敢僭越指点 平时指指点点倒没什么 在这种场合就得收敛点 端木生说到底不是他们的徒弟 路舟沉默片刻 随后一掌推出 一个微型金光闪闪的道家掌印打了过去 端木生下意识地想要躲开 却被路舟呵斥住了 不准躲 这掌印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胸口处 好在并不强 只是纯粹地试探一下 基础还不错 但进攻太过急躁 用力过猛 后山瀑布每日锤炼三个时辰 连续锤炼三个月 丁指导端木生 获得功德之三百点 端木生听到师父的指导后很是高兴 要知道师父以前可不这样啊 以前那都是暴躁 挨揍教学 现在不仅能耐住脾气调教 还能教他们正确的修行方法 他怎能不兴奋 徒儿遵命 阁主这个方法的确不错 瀑布之中可以很好锤炼耐性以及枪术 看来摩天阁的弟子 强大不是没有原因的 受教 潘离天跟着附和 陆周狐疑地扫了三人一眼 还指望他们给点意见呢 老年阁估计还得加俩字 老年马屁阁 附近的潘仲和周继峰看得羡慕极度恨 静明道和天剑门 所有弟子的师父 也没有这样手把手教导的 陆周继续说道 使用元气 再来一遍 是 徒儿遵命 端木生说霸单掌一抬 霸王枪随即便飞入了手心中 他本就是刚猛之人 没有元气的情况下 打得缩手缩脚 实在不痛快 这么多人 看着鼠师无法展示他的全部力量 听到师父的命令 他自然跃跃欲试求之不得 霸王枪轻松飞入掌心 五指并猛 砰 刚气从指尖迸发出来 看到这一幕 那帮女修们瞪直了眼睛崇拜至极 就连天赋不错的潘仲和周继峰 一时赞叹不以心生敬畏 天眷有缺 花无道皱了皱眉 他和端木生切磋平凡 对端木生的一招仪式都很了解 天眷有缺是天意诀中最强势的一招 当初露周使用此招 一剑斩杀十大名门数百修行者 那是在百节洞名法身开启 同时凝结大量元气的情况下施展 端木生这种从上往下的方式倒是很少见 敌人岂会站在下面不动 不过考虑到他是在演练 就没必要纠结了 一招落下枪头出现万千枪影瞬间合一 端木生打完收工缓缓落回了地面 师父 徒儿已经演练完毕 站在附近的一帮女修立马鼓起掌握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路周抚须看向三位长老 各位有什么意见 畅所欲言 花无道最有感触 率先拱手道 真要说 讲 华尔不识 就这么多 花无道给出了他的四个字评价 潘仲周继峰听到这话都猛了 路周继续看向冷罗二人 两位怎么看 冷罗摇摇头说道 花拳绣腿 叛逆天抓起酒葫芦喝了一口说道 两面功夫 端木生感觉到脸颊燥热有些丢人 但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师父的评价 路周很平静 并未因为三人不太好的评价而生起 三位长老的话 你可听清楚 徒儿 徒儿听心了 你连天一绝的招式都没有精通 却妄图创新招式 端木生闻言立马羞红了脸不敢说话 为师曾在摩天阁上亲自示范天卷有缺 你可还记得 徒儿记得 罩着练 什么时候可以破开路和印八字大开 便合格了 花无道顿时无语 心中突然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徒儿谨遵失命 一定好好修炼天阵有缺 丁直倒端木生 获得三百点功德 再次获得功德 这让路周有些想不到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或许这才是师父该做的 微风袭来 拂过山岛 路周抬头看了下天空 风浪的确比以前大得多了 花无道拱手 阁主 荆亭山的屏障已经消失 继续这样下去 那些正道恐怕坐不住了 冷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冷某倒是不这么认为 阁主曾在莲花台上 大败天剑门救了多少修行者 此事想必已经在修行界中传开 名门正道基于摩天阁的宝贝 犯下太多次急功近利的错误 如今没了屏障 如果是你 你会直接冲上山吗 潘离天呵呵一笑 老花你出自云宗 应该更懂正道的行事作风 花无道点点头叹息了一声 他们不说其实路周也知道 所谓的正道行事作风是指什么 不管是第一次围攻还是第二次围攻 名门正道总喜欢打着 讨伐魔道的旗号聚拢在一起 这次又岂会例外 路周眺望远方淡漠地说道 鼠背而已 本坐在摩天阁一天 便不会有人踩在摩天阁头上 他的语气很平静 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哪怕是自视身份的三位长老 一是这般感觉 潘离天叹息一声 静明到天剑门正一道一面 就算要来 恐怕也得好好慎重考虑了 众人听后点点头 师父 到徒儿了 小云儿迫不及待地站在了场地中间 四人随即停止了讨论都看向他 云上雨衣 踏云靴 范天灵 有些人毕生所追求的东西 往往是另一些人与生救聚来的东西 人比人气死人 天赋可怕也就算了 还有一身逆天的宝贝 路周看着小云儿点头道 演练一遍 小云儿应了一声 便运转七星踩云步 开始极其流畅地演练了起来 作为老魔头路周的九徒弟 小云儿不仅天赋高得可怕 还拥有一身逆天的宝贝 人比人气死人 有些人毕生追求的东西 而有一些人轻易就能获得 在路周的事意下 小云儿迫不及待地开始演练了起来 这一套深法步伐全法演练的极其流畅 尤其是七星踩云步 这是步伐中的一流步伐 加上踏云靴 若是调动元气施展 全场就只能看到影子 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一番演练下来 众人看得赞叹不已 师父 演练完了 小云儿一脸美滋滋的 等着师父的夸奖 和刚才一样 路周没有着急评价 而是看向了三位长老 冷罗率先开口 太清欲俭 小云儿回答是的 冷罗听后拱手 看向路周问道 我有一事不明 想向阁主请教 既然太清欲俭主修身法 步法 全法 为何不修行道引之术 与时无先贤一战之时 阁主能使道门九字真言大手印 小小道引 应该不在话下 潘离天跟着开口 修行者往往修炼的越多越杂 进度就会被拖慢 许多修行者终其一生 顶多精通两种或者三种修行之法 说霸己人颇有些期待路周的回答 还真是不要什么偏偏来什么 路周抚恤道 道引终究只是逃顿之术 道门之下成百上千种修行之法 冗杂混乱 却没有一种几百家之常的功法 的确 每个人的修行精力有限 终其一生能将一种功法修炼到极致 便是大修行者 不过 本作的徒儿 自然要与众不同 路周不需要说得太直白 三位长老便可明白他的意思 若是换作其他门派的修行者 自然是挑选其中一条路走便可 但眼前的这位修行者是摩天阁的第九位弟子 他的天赋怕是无人能敌 若是有余力的情况下 多学一些修行之法 这是好事 冷罗拱了拱手 受教 潘离天黑黑笑着看向了他 老冷 你学了一辈子的倒影都是逃脱之术 可你不还是偷偷学了一些杀人术 否则你能站在如今的位置吗 冷罗看都不看着老东西 关键的时候出来泼冷水 老东西不怀好意 潘离天举起手中的九葫芦示意了一下 同时继续朝着路周拱手说道 老朽以为 太清御剑的确是最适合小鸢儿的功法之一 不过 小鸢儿始终修行时间太短 需要慢慢锤炼基础 这葫芦让小鸢儿想起了他们一同前往静明道的时候 潘离天让他用梵天领取塞子的一幕 他在基础的控制力上的确还差很多 只不过这种能力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花无道复义 冷罗不以为然 你都说了他入门时间很短 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去锤炼基础 你强行要求丫头做到上百年的控制力 冷某真是替你害臊 花无道听后再次复义 路周无奈摇了摇头 还真是难为这帮老头啊 让他们从鸡蛋里挑骨头的确有些不容易 他副手看向小鸢儿 三位长老的教会你要谨记于心 另外 你太过依赖外伍 从今天起 范天灵 踏云靴 云上雨衣收起来 没有特殊情况这些就不要带了 等开了午夜再说 徒儿遵命 小鸢儿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点头 丁止点慈鸢儿 获得三百点功德 这才多久便赚了九百功德 调教之路的确是一条康庄大道 三位长老点头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只不过他们不好意思直接点出来 一身的宝贝固然是锦上添花 但在基础修行上实在是拖后腿 其他人指出来 难免有寄予眼红宝贝的心思 由他的师父亲自指出最合适不过 花无道感叹道 若不是亲眼目睹 我很难相信阁主对弟子的指导会是这样的 和外界传言的截然不同 路周当然知道这种传言是指什么 也懒得在意 潘离天拱了拱手 老朽想要向阁主请教 说来老朽来摩天阁已有些时日 听闻阁主正钻研百家之常 此事当真 这个问题问到了重点 也是冷罗和花无道特别想要知道的 他们已经知道 路周擅长佛禅 佛祖今生 乃至摩禅 道门 乃至道门九字真言 至于剑法 刀法 这些从各自的徒弟身上便能看出一二 路周缓缓抬起右手说了一句话 天下百家 殊途同归 这次他的手中没有道具卡 脑海中浮现道具卡运转元气的情景 他仿佛有种感觉 这些手印好像变得简单了似的 就好比道具卡是一位宗师级的老师 每次使用都在手把手叫导路周似的 那种感觉袭上心头 天下百家殊途同归 本质上都是调动元气宁气成钢 是攻是手 手印出现 完成 这手印和道具卡施展出来的巨大手印不能比 不过这只是示范 不需要全力施展 三位长老依旧看得嘖嘖称奇 大冲续宝印 正宗的道门九字真言手印之一 大开眼界 竟能做得如此轻松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路周首长一握大冲续宝印消失 他对众人的马屁相当满意 花无道意由魏静再次拱手道 阁主 这么说来 您也可以使用六合道印 路周面色虽然平静 心中却无语至极 入了原神捷径方可发挥奇效 而且是研究了二十年的龟缩大法 我才神庭修为 怎么施展 潘离天接着开口 有道理 还请阁主示范 让老朽开开眼 冷罗表示负义 伺得老头的对话 落在了附近年轻后辈的修行者耳中 他们都满怀期待地看向了这边 毕竟他们很清楚这四人都是什么任务 像这样论到交流的场景 可不是随便就能看到的 此时被赶鸭子上架的路周头痛不已 难道要用无懈可击 为了装这个逼 浪费一张卡 不值得啊 老魔头陆周没想到 装逼的代价居然会这么大 他明明只是神庭静的修为 却要施展别人研究了几十年才成功的功法 六合道印是花无道二十年研究所得 是在六合印的基础上畸形创新 花无道至今为止开了九字 同时还有八卦印加持 权力开启的状态下 可防八叶强者的进攻 每一个字印的构成都需要精准的控制力 每多一字都难如登天 你们可别小瞧这六合道印的字印 当初刚入摩天阁之时 六字便可挡端木生的权力进攻 端木生的天意诀大家已经亲眼目睹 如此霸道威力可怕的枪法 居然只需要六个字印就能挡住 潘仲有些好奇 花长老 六合道印最多能开几字 花无道回答 当初我创新六合道印最多可开十字 不过 以我自己的修为和悟性 只能开出九字 还有第十个字印吗 没错 花长老在六合道印上的造诣 真是天下无双 潘仲等人崇拜的同时也无语了起来 花长老 你这苦心研究二十年的成果 别人怎么可能使得出来 就是 你自己都花了二十年才搞定的六合道印 别人就算能看出原理 也不能一蹴而就 众人接连点头 三位长老开始想办法给陆周找台阶下 花无道后悔极了 刚才就不该多嘴 说什么让阁主示范六合道印 要是因为这个得罪了阁主 那可咋办 他偷偷瞄了陆周一眼 阁主似乎还在思考 这个台阶不够大 要找更大的台阶 那其他人第一次施展最多能施展几个字 还是老潘够意思 这问得非常有水平 台阶找着了 花无道连忙补充 当初我在云宗之时 掌门研究了三天方施展出第一个字意 十天第二个字意 一个月出第三个字意 此后一年没有出字意 再后来掌门无暇研究 便放弃了 这么说来 没有人施展出四字以上的字意 除了你自己 花无道回答确实如此 换言之 没有人施展出第十个字意 他这归做大法 别人也只是好奇研究一下 又怎么可能和他一样花二十年研究呢 冷罗追问 第十个字是什么 和 花无道说罢就看向了陆周 反正也没人能施展出来 就算说出来也没什么大碍 这下台阶足够了吧 没人能施展出来 阁主用不出来也很正常 就在此时 陆周脚尖轻点足踏虚空 朝着场地的上方而去 速度不急不缓 他面色淡然心中却已想好 堂堂摩天阁祖事业 岂容他人看笑话 众人的目光聚集在了陆周的脚下 八卦印 十八卦印 陆周再次踏步 光圈绽放 六合印出现了 他毕竟拥有积天道千年的记忆 无与伦比的经验和阅历 在这一刻发挥的淋漓尽致 三位长老目不转睛地看着 接下来就是凝结字印的时候 毕竟不是花无道 只凭经验和阅历揣夺使用技巧 释放的速度自然不是一蹴而就 这时陆周转身面朝众人居高临下 右手一挥嗡的一声 前字转书字体漂浮了上来 这是第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紧接着左手再次一挥 昆字转书字体出现了 这是第二个字 他施展完第二个字的时候 神色平静地扫了众人一眼 效果还不错 周济峰和潘仲等人已是满脸崇拜 说实话 陆周施展完第二字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极限 老子毕竟只是神庭的修为 按照自己的经验 能够使出两个字的六合一 这个逼应该到位了吧 怎么还满怀期待地看着 不应该叫老夫下去吗 陆周随即左腿一抬 嗡的一声 元气出现了波动 说明没有之前稳定了 生字漂浮而出环绕运行 终于出现了第三个字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研究 单纯靠经验施展出第三个字 这份天赋足以碾压云中的掌门 至于第四个字恐怕悬了 但是 三位长老似乎忘记了要找台阶式的 只是期待地看着 期待着阁主的下一步行动 罢了 第四字失败也无妨 三字已经证明问题 陆周脚踩虚空调动汽海中所有的元气 元气迸发而出之时 他忽然感觉到四周的元气再次涌动 要翻车吗 神庭的修为几乎不可能凝结出六合印的第四个字 他眉头微皱 怎么办 发无道觉察到了这一点恍然惊奇 阁主手段惊人 佩服佩服 冷罗跟着附和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凝结出第三字六合印 的确是天下无双 马屁阁将台阶拖起 就等着陆周下来了 然而陆周却发现 第四个字的字印正在凝结 好像无法中断 可以预见的是 第四个字凝结一半的时候会失败 元气会瞬间消散 他也会跟着掉下去 等等 脑海中突然一片清明 这时 陆周顺势反手一掌推出 特殊而诡异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脚下八卦印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比之前耀眼数倍 乾坤生三个原本金光闪闪的传书大字 在陆周拍出这一掌的时候 金光陡然变成了蓝色 众人看惯了金光闪闪的颜色 突然看到这蓝色的能量感到新鲜惊奇 纷纷瞪直了眼睛 花无道这是第三次见到陆周使用这诡异的力量 第一次是陆周在密室中闭关之时 第二次是在莲花台上一招灭了大巫鼠 今天这是第三次 一般而言色彩偏金色的是宁气成刚出现的效果 如是道皆是如此 阵法则是偏蓝色 增幅简易类的阵法亦是如此 少数治疗类的手段有蓝有绿 一些利用了五行属性的阵法则会随着五行变化色彩 磨缠则是墨色 所以 不管是什么样的能量 都有大致的方向和定位 六合道印鼠时应该出现金色才对 眼前的蓝色六合印 他们只能认为是陆周调动了屏障的力量 花无道双目圆瞪紧紧地盯着上方 下一秒 死谁活有无理 六个传书大字一音而出 加上此前的三个字 那就是九个字 九字六合道印完美使出 陆周四有所感地扫过这九个字 脑海中浮现了天书的内容 这是天书开卷的第三个神通 第三个神通莫非就是随心所欲 可以施展他们使用的某种手段 从无始来 于朱友中 辗转轮回受生 切戏了之 此为宿主随念神通 花无道老脸充满了不可置信 反应过来后连忙拱了拱手 花无道甘拜下风 另外两位长老附和 阁主神威盖世 陆周已经不需要台阶走下去了 他对眼前的一幕感到非常满意 身前的九个字伴随着脚下的八卦阵 防御力可见一般 还剩一点点非凡之力 陆周索性直接继续 嗡的一声 第十个字和迸发了出来 加入了九字环绕运行 十个字连成了一体 几乎大了数十倍 他脚下悬浮的八卦印 突然绽放范围扩大 以修炼场地为中心笼罩两亭 笼罩了几乎半个金亭山 触及了高耸入云的摩天阁 十字六合印 花无道目瞪口呆的师生呢喃 散 十字六合印瞬间烟消云散 陆周缓缓落地 很稳 稳得一批 心中怎么想无所谓 表面上要做到位 众人抬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九个字已经将他们折服 这突然又冒出来第十个字 他们如何不惊 陆周老脸一如既往的平静 他已经从所有人的表情上看到了效果 效果很不错 结果很满意 不过他同时也做了一个决定 以后还是少跟这帮人面前装逼 好不容易储存的非凡之力又没了 有那功夫显摆 不如好好调教自己的徒儿 也不是说一无所获 经过刚才的实验 陆周算是确定了天书的第三个神通 宿主随念神通 随念二字的含义 似乎就是寓意着这一个神通 可以使出他人的招数 陆周也在奇怪 系统出品的致命一击卡也是这个效果 天书三卷之中的神通 若是这么算的话 岂不是等于是永久性致命一击和无懈可击 但想到此前用的各种神通并未秒杀对手 换言之 当前他所掌握的天书神通 威力还不足以和致命一击无懈可击相提并论 他思索过后看了花无道一眼 花长老还有疑问吗 花无道的心态早特么崩了 自己辛辛苦苦研究二十年的六合道印 被阁主这么轻描淡写的使出来 心态能稳住 绝对稳不住 潘离天离得近连忙捅了捅他 花长老 花无道缓过神擦了擦脸上的虚汗 我 我没疑问 他很想说自己有一肚子的疑问 关于六合道印的疑问 但他真的拉不下来老脸去问了 冷锣拱了拱手 十字六合道印恐怕前无古人吧 潘离天赞叹道 何止前无古人 只怕后无来者 六合印即便不改良 也没人能使出第十个字印 若非亲眼所见 你就是打死老朽也不相信有人能实现 阁主真是第一次使用六合印 路周点头不可置服 这是实话 爱信不信 冷锣继续询问 是屏障的力量吗 路周没有立刻回答 因为他知道 十字六合印要真正使出来需要至少八页的修为 他总不能说自己掌握了天书神通 于是便模棱两可地解释道 想要施展第十字的六合道印 必须要强大的力量做支撑 此话一出花无道立马单膝下跪请罪 花无道何德何能 敢向阁主提出如此无理要求 没想到会动用屏障之力 请阁主言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自己是起因 金庭山本就没了屏障 阁主为了示范又用掉了屏障最后的力量 今后还如何应对强敌 路周的目光落在了花无道的身上 看到他的忠诚度上升了不少 于是便开口道 起来说话 屏障之力不过是外力 真正决定胜负的又岂会是屏障 路周说到这目光转移看向了潘丽天 已初次到金庭山 如何破得屏障 潘丽天爽朗一笑提起了手中的九葫芦 这个简单 老朽懂得一些阵法 这屏障虽强 但是常年累月消耗变得极其脆弱 看得出来 阵法经过几次元气的灌入和修复 但阵纹坏了不少 另外 老朽的九葫芦可不是凡物 他说吧 直接一丢 九葫芦在空中旋转绽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花无道惊讶的开口 黑木森林中的宝物 黑木森林之中有一种极其奇异的葫芦架 大火焚烧之后剩下的再经过铸造锤炼 变成了特殊的武器 品阶不亚于天阶 众所皆知 武器分凡品 也就是普通人用的武器 材质优劣忽略不计 从黄阶 玄阶 地阶 天阶 四种品质的武器 武器到了地阶便有契合度 当使用者的契合度和武器达到巅峰之时 会激发出武器更多的威力 到了天阶武器的特性也会进一步激发 当然 武器要适合使用者的使用 比如给花无道刀剑类的等于是浪费 他擅长防守修行 刀剑只会大大折扣 再比如花月形扇射 除了弓箭以外的武器都不适合他 扇音律因弓的 则有擎月消敌类的武器 但是这门修行之法往往太过艰难 掌握的人并不多 但不管哪种武器 都是经过长久岁月积累和总结下来的结果 也比较容易看出定位和作用 但是 九葫芦的作用真是一眼看不出来 将九葫芦当武器的属实少见 老潘 你这葫芦有何用处 冷罗问得很直接 潘离天手掌平放将九葫芦接回掌心洋洋自得的回答 用处多了 可以砸死人 可以当枕头 可以令人神清气爽 也可以让人糊涂沉醉 冷罗那态度摆明是在说 信你个鬼 遭老头子坏得很 潘仲看得欣喜 老潘可以啊 啥时候我能有一件这样的武器就好了 怎么 你想要吗 潘仲回答 天阶武器谁不想要 做梦都想 只可惜天阶实在是太难得了 潘离天笑咪咪的开口 等什么时候入了元神 老朽送你这葫芦如何 二人关系虽好 但也没到可以赠送天阶武器的份上 天阶武器有多重要 就算是刚入通拳的修行者也知道 两人的关系明显和别人不一样 老头子们看破不说破 这时花无道忍不住了来到陆周跟前拱手开口 还请阁主指教 如何施展出六合道印第十字印 陆周抚须思索了一番 只要不是在去示范的其他的都好说 刚才施展过之后自己还真有一些心得 道法自然源自天地 那么就要重归于天地界 听懂了吗 花无道听得一头雾水 他好歹曾经也是云宗的修行天才 说不懂也太掉价了 于是便支支吾吾点头回答 好像懂了一点 以后多多参悟 必有所得 陆周留下这句话后 就副手朝着摩天阁的方向走去 前世的哲学还真是用上了 不就是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吗 谁还不会说几句 不懂就对了 这样才能不明觉厉 况且没有得到指点上的功德点 说明不是自己的徒弟 指点了没用 都是一群老年人 没什么未来和希望 还是把精力放在那帮不省心的徒弟身上吧 返回东德后 他重新梳理了下当前的神通数量 第一个天书神通 众生炎因神通 算是因公类的神通 第二个天书神通 法灭禁制神通 这是蓝莲爆裂的进攻神通 第三个天书神通 宿主随念神通 应该是仿百家修行的神通 加上参悟天书本身 可以克制无数类犯因类迷惑心智的效果 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天书神通都和一样东西有关 天书开卷 有了三个神通就会有第四个神通 那么 第四份天书开卷会在哪里呢 路周一边思考一边来到了桌旁 看看看上面的羊皮古图 发现剑须灵木的位置出现了 变得清晰可见 果然能显示天书开卷的位置 不过除了神兜和剑须 其他依然还都处于模糊的状态 第四份天书开卷只能等了 有了羊皮古图 不愁找不到下一份天书开卷 还是继续参悟天书吧 与此同时在清幽小柱中 四乌鸦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他将衣服扒开露出剑顺的身躯 附身神咒的颜色变淡了 但修为丝毫没有恢复 这真的是盗门神咒吗 四乌鸦有种预感 这神咒会一直束缚他的修为 除了师父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解得开 思索之际叶之行出现在了附近 看到四乌鸦的脸色不太好 于是连忙喊了声教主 四乌鸦挥挥手示意自己没事 汇报事情吧 叶之行讲述道 荆亭山附近的眼线回报 荆亭山的屏障消失了 四乌鸦闻言心中疑惑不已 难道摩天阁出了什么事 教主 老前辈离开剑墟后 我便派人去了一趟剑墟 发现摩剑已被人拿走 落入了江爱剑手中 四乌鸦思索了片刻开口 以师父的脾气 岂会轻易将摩剑赠送他人 看来 一直暗中帮助摩天阁的 应该就是江爱剑了 叶之行感到有些奇怪 江爱剑是三大剑吃之一 为人胆小怕事 怎么会是他呢 他刚问完话 就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教主已经令他调查 江爱剑的背景 可惜的是 到现在也没能查出点什么 四乌鸦摇摇头 能对宫墟之内了如指掌的 恐怕就只有他了 当今大言皇室三皇子 刘臣 当年宫墟之乱 二皇子未产除一己 用大火烧了锦和宫 上千人被活活烧死 却唯独没有找到刘臣的尸体 想来是应该逃出圣天了 叶之行说道 或许被烧成灰了呢 四乌鸦没有说话 倒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太小了 锦和宫流程毕竟是修行者 若不是有幕后黑手 又岂会是这个结果 继续调查 遵命 教主 五先生还在宫中照料太后 一直没有返回摩天阁 属下担心莫离会对他下手 四乌鸦点点头 想办法劝他回去 可是 四皇子刘炳班师回朝 二皇子为他接风洗尘 邀他前往如北为场狩猎 属下担心太后与五先生 也会前往如北 皇帝已经批准 准许太后散心养病 四乌鸦听后 转身看向了如北的方向 如北是个好地方 二皇子也心勃勃一心 想要把持朝政 刘炳有军功在身 到处拉拢关系 二皇子岂会不妨 五师姐也是皇室中人 属下担心的正是这个 何时狩猎 秋冬交替之时 大约三个月之后 四皇子 三皇子 二皇子 加上突然冒出来的公主 齐了 提及秋冬四乌鸦 他意识有些感慨 修行者达到泛海开八脉以后 对天气的冷热 几乎没有感觉 只不过他修为尽失 如今秋冬已至 倒让他有了些 知冷知热的感觉 思索至此 他叹息一声 将爱见若真是三皇子 他应该会照看五师姐 保险起见 暗网帮一帮 属下遵命 叶之行说 罢便纵身退出了梁亭 这是一位撑伞的白衣女子 不急不缓地走过来 教主 六先生来了 听到这话 四乌鸦面色一喜 急忙跑到了梁亭之外 四乌鸦拜见六师姐 叶天心的目光 落在了他的身上 稍稍打亮片刻 七师弟 你的修为呢 四乌鸦无奈地笑了下 师父他老人家的附身神咒 这段时间 叶天心一直在想方 设法疗伤恢复修为 很少关注其他事情 他眉头一皱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四乌鸦解释道 都是一场误会 我与大师兄要灭尽明道 没想到师父他老人家 会跑去碍事 无奈之下 我只好引开师父 这不 一不小心就中了师父的神咒 以你的手段 解开神咒不难 四乌鸦无奈摇头 六师姐有所不知 师父汲取了屏障之力 手段惊人 天师道的道人 都没解开此咒 叶天心愣神了一下 想起当初自己面对师父的场景 不管是魔原密钥也罢 又或者是屏障之力 但是他亲眼看到师父 他老人家坐下 开了第九个叶子 难道 真的是眼花了吗 四乌鸦见他走神叫了一下 六师姐 叶天心甩开思绪说没事 师姐离开了摩天阁 修为已全部恢复 七八成吧 叶天心回答的有些漫不经心 师姐以后有什么打算 四乌鸦这个问题看似很随意 但却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他现在要摸清楚 叶天心和摩天阁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无数的事件结束以后 叶天心回答 我在找一样东西 一样可能不存在的东西 四乌鸦笑道 师姐要找什么东西 或许我能帮上忙 暗朗的情报网遍及天下 只要我想 就没有我得不到的消息 叶天心再次打量四乌鸦 离开摩天阁的这些年 他与四乌鸦的交集并不多 暗网的情报网他也有所耳闻 我要找的东西 名字叫做成皇 说把他露出了苦似的笑容 算了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找吧 你不用为难 见他要转身离开四乌鸦连忙开口 白明之国在龙与北 白身披发 有成皇 其壮如狐 其背上有脚 成之寿二千岁 叶天心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你知道成皇 四乌鸦叹息一声继续说道 魏卓妍死后 我便令人调查杜天江的事 一路查下来便查到了成皇的头上 往后就再也查不到什么了 言外之意也很明显 连他暗网都找不到的东西 凭你一人之力又怎么可能找得到 叶天心问道 七师弟 你不相信这种异兽的存在 四乌鸦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寿命大县一直是人类修行者大侃 至今为止没有例外 成之寿两千岁 这不等于破了千年大县吗 这可能吗 他想了想反问了一句 六师姐相信吗 叶天心毫不犹豫地坚定回答 我信 他不知道叶天心相信的缘由是什么 但从他这笃定的口气和坚定的眼神中可以确定 他是真的相信 甚至比一般人都要坚定得多 思索片刻四乌鸦说道 那我便帮师姐继续寻找 叶天心左右打量了下 看到附近的清幽小柱和旁边简陋的住所 堂堂暗网的教主就住这地方吗 四乌鸦无奈叹了口气 没办法 现在修为尽尸 只能夹起尾巴做人 叶天心痴笑一声 在背后当绞梦风云的小人 也被你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四乌鸦尴尬不已 师姐现居何处 叶天心回答四海为家 若是六师姐不嫌弃的话 可以入我暗网 听到这话叶天心眉头微皱 世人都说你这人很会打算盘 你连师姐都敢算计 四乌鸦连连摆手 我哪敢啊 说起来 你在摩天阁的时候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师父脾气不好也很少责备你 你老实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离开摩天阁 四乌鸦重重叹息一声 还不是为了大师兄和二师兄 这个回答让叶天心一脸茫然 四乌鸦解释 在摩天阁的时候 他们俩就喜欢较劲 若不是摩天阁的铁绿 早就打得昏天暗地了 这些年也没少斗嘴 我不想看着他们自相残杀 叶天心摇摇头 只是这样 剩下的 得问大师兄和二师兄了 叶天心感到奇怪 为什么要问他们 六师姐 你觉得二师兄怎么样 千和有礼待人温和 比那些道貌黯然 正道伪君子强千倍万倍 四乌鸦听后点了下头说道 再言以北 一官待见 十二大虎在旁 其人好让不争 有熏华草 招生息死 世数人等 无论富贵贫贱 举止言谈默不默而有礼 叶天心虽然没听懂这段话的意思 但想到刚才四乌鸦 阐述他的身份之时的语气不由一经 他没开口问 答案不言而喻 这就是二师兄的来历 四乌鸦继续说 相信我 事情很复杂 我必须要查清楚 叶天心思绪混乱 当他知道自己的白鸣身份之后 他的神思恍惚了很久 回想起来 他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 君子 怎么早没想到这一点呢 那大师兄呢 四乌鸦摇摇头 说实话不知道 我本想带师父大宪到了以后 回到摩天阁深入调查 可惜的是 师父他老人家很不服老 这点 六师姐已经领教过了 叶天心无语 何止不服老 那简直和巅峰状态时期没有区别 他再次想起那道酒夜的坐下金莲 师父或许突破了酒夜 听到这话四乌鸦断然开口 不可能 我亲眼所见 也可能是眼花了 四乌鸦听后顿时松了一口气 想想逻辑也不对 要是真突破了酒夜 还容许他们到处放肆 早就开着法身处理那帮正道了 叶天心转身走向远处 虽然我不太赞成你的做法 但谁让你是我们之中最聪明的 我相信你 替我向大师兄和二师兄问好 四乌鸦见状连忙开口挽留 师姐真不考虑加入暗网吗 叶天心摇了摇头 不了 你现在这样子还是好好照顾自己吧 话音一落 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 一旁的叶之行心中放松了不少 躬身拱手道 恭送六先生 四乌鸦看了他一眼 说来你也信念 这么怕六师姐 叶之行连练白手 哪里敢自称本家 大师兄最近如何 叶之行回答 幽明教拿下正义道之后正在修着 现如今加入幽明教的魔仲已多达数万 估计要不了多久 幽明教就会对下一个目标出手 这么说来 大师兄是顾不及宫中了 教主您的意思是 围场的是 我要亲自去一趟 听到这话叶之行连忙劝阻 教主您的修为尽失 万万不可 四无牙笑着看向了他 有你在 我很放心 叶之行闻言心中激动 属下誓死保护教主 此时在神都皇城的锦阳宫中 莫离的心情很是不错 他对着面前的高大男子说道 师兄 这次多亏你为我疗伤 八马摇摇头 你我同门无须见外 殿下已经说了 一旦成就大业 师兄你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八马面无表情的开口 恐怕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师兄 你总是这么优柔寡断 放心吧 这次计划非常周详 摩天阁第五弟子昭月已在宫中 还有第四弟子 届时太后也会去儒北 死了这么多人 我岂会放过他们 八马想起莲花台上的一幕 不是我不信你 我总感觉那老魔头不简单 莫离轻笑一声 就怕他不敢来 师兄 实话告诉你 二皇子早就将石绝阵的图纸给了我 我奉二皇子的命令 在大严寺都复刻石绝阵 他诡异一笑颇有些洋洋自得 其中一座 也从上缘 换到了儒北 这件事 只有我和二皇子殿下知道 师兄 你是第三个 八马叹息一声 小心亡火自焚 莫离笑页动人 有师兄在 师妹很安心 八马不想看莫离转身走到了窗边 罢了 为了楼兰 这就对了 师妹混入皇宫 这么多年过去有多不容易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师兄无论修为还是智慧都远高于我 只要你我团结一致通力合作 一切都不是问题 八马看向锦阳宫中的景致 想起了楼兰的种种叹息道 二皇子殿下 他狠得下心吗 莫离笑着回答 这五个皇子当中 若说论心狠二殿下必排守卫 当年三皇子殿下深得陛下欢心 宫中上下一度要改立储君 二殿下不过是小小使了点心计 一把火就解决了后患 他连三皇子都敢下手 呵呵 四皇子不过是纸老虎罢了 八马点头 师弟 莫离说道 叫人家师妹 八马忍着一身的鸡皮疙瘩沉声开口 其他人死不死我不在乎 刘宾必须得死 莫离冷声笑着回应 师兄放心 我比你更想让他死